从一月份到现在 台式机的50系显卡已经陆陆续续都推出了 DLSS4技术确实带来了不少新东西 但50系显卡作为一代没有更换制程的显卡 我们在台式机上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能效进步 台式机的5090直接把TGP拉到了575瓦 才稍微换来了一点传统性能 那么在功耗受限的笔记本平台 这代显卡的表现又究竟如何呢 我们今天要测试的是移动端的5090和5080两款笔记本电脑GPU 两款GPU均基于GB203核心 5090移动版的CUDA核心甚至比台式机的5080还要少 规格不到台式机5090的一半 仅仅比前代的4090移动版多了768个CUDA 规格提升不到10% 5080移动版的CUDA核心更是阉割到了7680个 这比台式机的5070Ti还要再少一些 显存方面 两款GPU都搭配了256位的GDR7显存 不同的是5090使用了3GB显存颗粒 组成了24GB的显存容量 5080就没这个待遇了 但是16GB的显存 比起上代的4080移动版的要求二位 12GB的显存提升还是挺大的 这个和笔记本的4090的显存规格就比较近似了 总体来说 笔记本版的这两张高端50系显卡 虽然显存规格给的还算足 但是核心规格的提升很有限 和桌面端的5080 5090比更是差别巨大 那我们这次用来测试移动端5090和5080的笔记本 是微星TITAN 18 Pro AI2025笔记本 这是一台搭载双风扇7热管散热模组的18英吋游记本 搭载Core Ultra 9 285HX处理器 64GB DDR5 64内存 和一块覆盖了散热的2T PCIe 5.0 加一块PCIe 4.0 总共4T的固态硬盘 以及一块4K 120Hz的迷你LED显示屏支持HDR1000 这两台机器的GPU都可以分配到175W的功耗 可以发挥出移动端5090和5080的满功耗性能 那咱们先来看看3DMark里的基准性能吧 这移动版5090的成绩几乎只有台式机5090的一半 比起前代的移动端4090只强了大约10%到15% 移动版5080的成绩则和前代的移动版4090几乎持平 也和台式机的5070基本持平 看起来在175W功耗墙的笔记本里 这两张移动版显卡没能给我任何惊喜 毕竟我们测台式机的那时候就知道了 50系这代的能效提升非常有限 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 那这次我们也测试了各档功耗下 这三张移动GPU的能效表现 那么在Timespy里面 5080在100W以内和4090差不多 那在100W以上的功耗区间里 要比4090弱一丝丝 整体上比较接近4090 而5090则全程领先于4090 但领先幅度也并不算大 那在压力更大的CNOMAD里面 5080就全程都比4090稍微弱一点了 5090则以微弱的优势领先于4090 但这领先幅度也不大 那么在游戏里面 这代移动版的5090和5080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这次测试了4K和2K两档分辨率的成绩 直接来看结果吧 先来看看老朋友赛博朋克2077 4K分辨率下 纯光山不开DLSS时 5090比4090的帧数高了18% 而5080则是跑出了和4090几乎一样的性能 打开DLSS平衡档超分之后 5090的优势就更小了 5080倒是比4090稍微强了一点 开启光追之后 4090又反超5080一点 5090也仅仅领先4090约9% 当然 5090和5080是支持DLSS4多帧生成的 所以开启真生成的情况下 成绩要好看很多 但4K分辨率下两者的性能并不足以跑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技术帧 所以此时 4倍多帧生成的可用性也有限 2K分辨率下5090的领先幅度就要比4K下更小了 不过好在2K分辨率DLSS4的基础性相对比较高 4倍增生成还算是有一定的实用性 看起来2077里新卡的提升幅度不算大 那么黑神话悟空里面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 4K分辨率下5080的表现依然和4090比较接近 但5090相较于4090的提升幅度也就不到10%的水平 这提升幅度确实太有限了 2K下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变化 基本上就是5080略微弱于4090 5090稍微强于4090 反正提升幅度非常有限 《心灵杀手2》作为另一款支持DLSS4的游戏 不论是否开启光追 4K分辨率下5080都要稍弱于4090 5090则比4090有相当微弱的领先 领先幅度不足10% DLSS4增生成开启之后 虽然说帧数比4090高很多 但是4K分辨率下 基础帧还是偏低 实用性有限 2K分辨率下 5080和4090之间的差距又稍微缩小了一点 但还是打不过 5090则依然延续着5%左右的领先幅度 唯一的好消息是 2K分辨率下 DLSS4的基础帧足够高了 4倍多深层看起来有比较高的可用性 再来看看怪物猎人荒野 这里50系的表现稍微好了一点 4K下5090比4090领先幅度超过了10% 5080也在各种情况下都比4090稍强一点 开启真生成之后 领先幅度会再拉开一点 2K分辨率下 5080的领先幅度就会更大一点了 比起4090各档位画质都有小幅领先 5090也有了接近15%的领先幅度 算是这次测试的几款游戏里领先幅度比较明显的 实用交换21里 4K分辨率下 5080就要比4090弱一点了 开启DLSS之后 差距会拉得更大 5090在这里和5080的差距拉得比较开 2K下5080还是小幅落后于4090 5090则依然是小幅领先 天空整个2里 4K分辨率下 5080都小幅落后于4090 5090则是小幅领先于4090 彼此间的差距都在5%左右 2K分辨率下情况也差不多 5080相对会更接近4090一点 最后再来看一个不支持DLSS的游戏 埃尔登法环里面 4K下5080基本上和4090的性能完全相同 5090则比4090强10%左右 2K下两张新卡就更没有优势了 5080稍弱于4090 5090也就只能接近4090 它们彼此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小了 这几个游戏测下来 如果你不开DLSS不真 移动版的5090和5080的性能表现实在是相当无聊 综合算下来 不开光追时 5080和4090几乎持平 5090比4090就稍微强个10%左右 开启光追后5080会比4090弱个3%左右 5090则比4090领先不到10% 实话说单论游戏性能 如果你不考虑DLSS4的话 这三张卡的传统渲染性能表现 我认为已经属于是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程度了 唯一值得说的 只有DLSS4的4倍多帧生成了 考虑到5090和5080笔记本的差价相当巨大 如果你只是为了打游戏 这5090多出来的8G显存对你来说也未必有用 5080明显性价比要高的多的多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待机提升幅度都实在太小了 在我印象里 这几乎是历代笔记本GPU里 待机提升幅度最小的一代 50系的GPU能效原地踏步带来的问题 在笔记本上可以说是一览无语 那么这两张移动版的50系新卡 性能大致相当于台式机的什么显卡呢 我们简单测试了几个游戏在4K分辨率下的表现 移动端5080的性能基本上和台式机的5070持平 移动端5090的性能则是介于5070Ti和5070之间 如果和台式机的5090相比 因为功耗和规格差距实在太大 游戏性能几乎是没什么可比性的 最后咱们再来简单看看新卡的生产力表现 凭借着知识的格式更多 性能也更强的边界码器 两张新卡的PR里的性能都比4090有了明显的进步 而且对于视频后期来说 5090的24G显存甚至比它的性能进步本身意义更大 16G在比较复杂的项目里面是真的不太够用 但是Blender里5080就没这么好运了 作为离线光线追踪渲染测试 Blender性能几乎和CUDA核心数呈正相关 这里5080比4090要弱一些 5090则是小幅领先于4090 基本上符合三者CUDA核心的规模 大模型吐瓷速度方面 在14B模型的测试当中 5090和5080都要比4090的吐瓷速度更快 但搭载了24G显存的移动版5090有一个其他移动端N卡都没有的优势 当你要部署像QWQ32B这样的模型的时候 24G的显存可以顺利运行Q4量化的完整模型 但是5080和4090就会爆显存 可惜老黄的震惊显存还是一如既往的比贵更贵 哎呀整个测试做下来 这代笔记本的5090和5080显卡的待机提升幅度实在是太有限了 整整两年过去了 这就是英伟达给游戏本玩家交出的答案 我个人对它们的表现实在不太满意了 不过隔壁珠王也说过 没有垃圾的产品 只有垃圾的价格 也许英伟达和各大OEM也知道这代的提升幅度有限 至少在定价上 5080的笔记本没有特别恶心人 我记得当年4080笔记本刚发布的那个时候 甚至只有少数几家把价格压进了2万块以内 而这代5080笔记本 首发就已经不乏压在1万5以内的产品了 像微星的泰坦16 AI2025 首发那一周的限定价就是14999 叠完国补13000多 对于一款5080的笔记本来说算是比较香的了 但5090的机器相比之下 如果你不是为了多出来那8G的大显存去跑AI 就不太有必要上了 性能没比5080强多少 但是价差是相当大 不少机型甚至能贵出1万块以上 对于追求更强游戏性能的同学 我觉得你还是上台式机吧 笔记本旗舰可能不太香 但是今年的NV倒是出了一个有点香的4次旗舰卡 就是笔记本上的5070Ti 那我们马上就会给各位带来测试 敬请期待一下吧 那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产点赞 先来个素质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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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